另外在秀林香公所部分 防灾应变中心在九点也进行了预防性的撤离 秀林下面代表村长警方还有军方人员协助之下 到收容所把民众给安置好 中处台风海魁3号早上5点出入台湾 风湿开始变大 豪雨正持续下着不停 秀林香位处于浅室溪流山区 有28条都在9个村内 秀林香在一边中心早上9点开始进行预防性撤离 秀林下面代表会主席刘彦林 金美村长天光真开始进行广播进行撤离 各位村民平安 依据上级指令 针对相对保全户三站14到15里 进行强制性的撤离 我们要收容到三站的收容站 请村民配合 来到秀林香属原部落 秀林下面代表会副主席丁立方 属原村长洪明辉 秀林香公所警方和军方则是爱家爱户进行撤离 因为早上就听到那个公所那边的政令下来说 今天早上9点以后就开始全力撤离 让那个司令的村民撤离 现在已经把村民进接到收容所这里了 很高兴军方这里也协助 然后派出所 让我们兵户主席丁立同学出撤离 也蛮顺利的已经进到收容所这里了 为了保护他们的生命产生安全 做保护人全部都撤离到收容所 让这次台风都会有更大的灾害 为了今天的那个 因为台风要来袭 然后我觉得有村长代表 然后军方还有派出手 还有军员巡守队 那么大力的支持这样 都一起来协助撤离村民 我觉得是为了要是确保他们的安全 我觉得这样的感觉非常好 由于中度台风海盔带的丰沛雨量 加上秀文箱位处于山区 9个村共自有28条浅室溪流 雨量超过600毫米以上 都会造成土石流情况发生 而秀文箱可以说是相当的危急 而撤离当中可以说是相当的顺利 村民撤离到收容中心都会要求 来签名确定收容人是否到期 现场在准备的矿泉水泡面和罐头 供应钱来收容中心村民们 秀文箱有808人保全户 今天预防庆撤离共计有50亿人 记得继续新闻吧 好 咱们 谢谢大家